音乐 音乐 东边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顶科会场周围 还有一种神秘的交通工具 就是我身后这个 小可爱的这个车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 无人驾驶的一个车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车呢 它会在它的专用的行驶车道 上面去行驶 然后等一下 我们就会撞到这个车 去体验一下 这种没有司机的感觉 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会发现它其实是 没有前后之分的 刚刚我们以为是 就是站在车屁股后面拍 其实它都是 就是两边都是一个样子的 还蛮可爱的 大家看到这个车的门口呢 它会贴一个这个二维码 只要我们扫进去 就可以预约乘坐这个车了 大家看到在这个车上面 它是 它是没有司机的 就是两边都是可以坐的 你可以选择就是 坐在任何一边这样 对 然后车里面的空间 是很宽敞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一个地图 然后我们乘客在这个车上 也可以自行的去 调控这些空调啊 灯光之类的 现在这个车就开起来了 然后现在就我们可以看到 是完全没有人去驾驶的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坐这种 没有人 没有司机师傅的车 还是有一点小机动 然后咱们看到 这个车开了之后呢 屏幕上它就会实时显示 我们的这个时数 然后以及我们就是 找到哪了 这个地图上就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咱们每一个这个 自动驾驶的车上 为了这个安全 我们都会有一位 安全员老师坐在上面 然后他会 手上会有一些设备 就比如说 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 他可以进行一些操作 那我们请我们的 安全员老师 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子 对 我们的车上有一块平板 可以查看车辆周边的情况 如果发生前面 有车辆凶堵的话 我们可以用手中的手柄 去做一个紧急处理 就假如前面有车堵住了 或者有行人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柄控制 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自动驾驶了 你们这个车的时数是多的 时数呢 平均在15 为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做了限速 最大的时数 最大的话 理论是可以开到30公里 每小时 那平时我们来坐这个车的人多吗 是游客他们会来坐吗 节假日的话 人挺多的 很难预约 我们这个车呢 是属于L4级别的 是不需要有人去驾驶的 完全是可以自动驾驶的 因为我们车辆有激光雷达 耗密波雷达 还有高清摄像头 就可以实现安全稳定自动驾驶 那你们说那个雷达什么的 是在旁边 是我们看不到的吗 可以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车辆前方啊 周边啊都有 包括车后都有雷达 请问咱们这个滴水湖这个地方的话 是只有咱们这样这种无人驾驶吗 我们还有其他的 在我们那个滴水湖未来交通生态圈呢 有智能公交 智能小巴 智能清扫 智能零售 智能出租 等应用场景 刚刚呢我就呼叫了一辆他们那个 无人的出租车 我们等一下去体验一下 你看他已经就是呼叫好了 然后现在通知我了 我知道了 点一下 你看这个车 他就要过来了 很期待呢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个体验项目 去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的Tessy 走自上车去看看 那看起来就跟我们无方打的这种 网约车 没有什么区别 好 现在我们已经乘坐这个无人驾驶的Tessy 到达了我们这个会场了 整一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因为那个车呢 它整一个就是 司机坐在驾驶位上 但它就是没有去动方向盘 就是方向盘是自己动的 然后在车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车上的大屏幕 然后去看到整一个车 它的一个形式的一个路线这样的 还是比较有意思 看视频上封面